M777榴弹炮 台防务部门官员对此消息予以证实 据报道 台军去年在执行汉框33号电脑兵器推演后 开始讨论购买先是155毫米榴弹炮 以满足炮火支援 精准设计及冰海决胜等作战需求 当时考虑美军现役的M777榴弹炮及M109A6自走炮 在台军方决定向美国采购108辆柴油引擎版M1A2战车后 台防务部门决定赞换采购M109A6自走炮 改为先行采购M777榴弹炮 即M982神舰导引炮弹 报道者 M982神舰导引炮弹 可在陆地上由M777榴弹炮发射 号称可撑回大陆军舰 使台军火炮战力达到精准打击 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图元台美一直以来 美邦惯用台湾台刺激大陆 台当局不见甘愿轮雷棋子 甚至还频频向美邦献美 但月22日 美国两艘军舰打折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 公然穿越台湾海峡 台当局一一大之死 公然会应趁乐见各种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努力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在会议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仪式 石层一针见血的指出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直在打台湾台 他打台湾台的目的是非 常明确的最根本的就是美国的这种做法 伤害台湾同胞的利益 伤害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当然也应该受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 台湾同胞应该用轻刑事及美国行动的真实目的 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台 伤害两岸同胞的利益 伤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此外美方多次全然不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对台授武 国方曾多次对美行径表达不满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曾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国防部发言人陆国强曾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海外网站正责任编辑欧阳建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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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